亲爱的家长 这是一个多么神圣重要的责任 那我们教导我们孩子从小 然后知道如何自己跟神来祷告 为什么我们祷告最后说 要奉主耶稣的名祈求呢 我们不是只是一个公事 而是这是主耶稣 他亲自教导他的门徒 在他最后一页跟门徒们一起的时候 他说你们祷告的时候 要奉我的名向天父来求 天父就按着你们的祷告 然后就成全你们 所以我们的祷告 是总是要在最后 然后来说奉主耶稣的名 孩子们一定会奇怪 然后为什么一定要奉主耶稣的名 因为我们的祷告是向天父 神 我们的主耶稣 神圣灵 他们三个都是神 而且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在向天父祈求的时候 我们可以说 我们也可以向圣灵来祈求 我们也可以向主耶稣来祈求 跟天父 因为他们都是一样的 同时我们也要解释给孩子听 我们奉主耶稣的名祈求 不但是主耶稣教导我们 而且是因为我们没有什么配得的 而是我们奉主耶稣的名 我们的祷告 蒙垂听都是要荣耀主耶稣 主耶稣他说天父会听我们的祷告 因为他不会叫主耶稣的 因为我们奉主耶稣 然后却没有得到 我们每一次求什么 最重要的都是主耶稣 他得到荣耀 并不是我们得到什么 我们的成绩好 我们有健康的身体 都是荣耀神 而不是为了自己 亲爱的家长 让我们提醒我们的孩子 我们奉主耶稣的名 向天父祈求 他会保护我 教不见你 他会保护我 时时刻刻保护我 我祝我如从现在到永远 我祝我如从现在到永远 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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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